卷款200亿跑路 10万人血本无归 这老板还发公告得瑟 我们跑路了 这事情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我给大家说一下 湖南有一家叫盛大惊喜的公司 涉嫌非法集资坑了十几万的理财者 到今天还有194亿没兑付的 一个多月前 这窟窿填不上了 客户也瞒不住了 盛大惊喜的管理层直接就不装了 摊牌玩起了失踪 甚至还高调官宣 跑路了 可法网灰灰疏而不漏啊 跑肯定是跑不掉的 就在前几天 长沙发了公告说盛大惊喜董事长 盘某彪等一批涉案人员 已经抓获归案 并依法查封扣押 冻结了一批涉案资金和资产 毫无疑问 等待这些骗子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这骗子们也是要过年的 大家这个防诈意识一定要加强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老板到底是怎么忽悠人的啊 盛大惊喜的2011年成立 总部呢在湖南长沙 它是一家金融服务中介公司 平时宣传的理财项目呢 就是主打高收益啊 换你你心动吗 哎心动那就中招了 你就想啊 他有那么多利润 他凭啥给你赚呢 是家里边有矿还是大慈善家呀 银保监会的主席郭冲青是怎么说的 收益率超过6%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超过8%就很危险了 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的本件 这句话呢就差直接告诉你啊 承诺年收益10%以上的 那全部都是骗子 咱们买理财想防掉坑 就要牢记这一条 天上不会掉陷阱 只会掉陷阱 承诺高收益率的坚决不可信 那除了高收益率 盛大惊喜呢 还给项目加了一层包装 对外宣称的投资项目 听上去呢 个个都是高大上 像什么光复新能源 机场铁路建设 吃灰医疗大健康等等 很多老王估计一听就会觉得 哎这个好啊 国家支持的行业 我这钱投进去一定不会亏啊 别冲动啊 都是假的 正因为是国家重点支持的行业呀 银行想投资 那都得靠抢呢 还轮得到咱们 这些业务呢 是根本不可能通过民间融资的 要知道正规私募基金的投资门槛 是一百万起啊 不肯穷人 公募基金投的大多是债券 或者是股票 很少有这样的项目 其他官方融资渠道 不是银行 就是债券 这就是买理财防吊坑的第二条了 如果说私营企业 拿着高大上的项目 找你一个普通老百姓宣传 那往往不是投资 而是非法集资 确实啊 盛大惊喜呢 一直就没有取得相关的金融业务牌照 所以号称他不是理财 只是理财的搬运工 就是整合市面上的一些优质的项目 介绍给你 他收收中介费 但是这些呢 其实是他给自己做的伪装 比如盛大惊喜呢 在全国开了一百多家分公司 还对外投资了十几家公司 他常常把名下的空壳公司介绍给你 实际上呢 你的钱出去赚了一圈 最后还是进了他盛大惊喜的口袋 买理财防吊坑的第三条 记住 先查一查对方公司 有没有业务资质 备案和牌照 直接上国家市场监管局 和中国营监会的官网查 如果没有 那就坚决不可信 所以总结一下 理财防坑有三条 收益太高不可信 项目太牛 有问题 资质备案要查询 有闲钱却不懂投资 还是老老实实的存银行定期买买国债 收益率虽然不高 但是胜在安全胜心呢 关注小瑶 说你听得懂的商业故事和观点